我是可以先請問一下 因為經過這幾天的討論 因為國民黨現在要立法院院長 這部院長要被韓昌沛 那你們自己的意願是怎樣 韓國瑜跟黃國昌 然後照常也喊話說 副院長說大學是怎麼樣 韓昌沛是誰講的 欸就是傳出他們願意這個 然後像昨天有問到一些藍營的人 他們也都對韓昌比較好 因為他們好像比較不信任黃珊珊 哇這實在太有趣了 韓國瑜加黃國昌 這實在是 哇這個畫面很難想像 如果副院長讓給民眾黨的話 你覺得這是可以合作的藍白河方案之一嗎 這個昨天他們 黃國昌不是有出來開 前天吧 就是說重點不是 誰要來當 應該說 你們有沒有認同這種國會改革的 的那個 那個 那個想法 啊如果願意出 想要選人就要出來說明 說明 一樣嘛 獲選人要有證件發表嘛 就是說欸你希望怎樣 所以不急啦 還有兩個禮拜給大家思考一下 那綠營的部分他們現在也喊出說要找民眾黨 例外還有黃鼠光來可能入閣 這是一種綠白河 你覺得這個想法怎麼樣 反正有各種說法嘛 就是 差畢如反對在立院綠白河 您主席覺得呢 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台灣民眾黨的好處嘛 就是各種聲音都有嘛 但綠白河的話會變成說之前喊這個 新潮流不倒台灣不會好 但現在 變成在幫賴清德的團隊喔 會讓新潮流完全執政嗎 第一年喔 民進黨基本上是一個部落政治 不是啦 新潮流只是最大的一次部落 所以 也不要把民進黨跟新潮流發展等線 這兩個還是等號 這兩個還是不一樣的 只是高端的價格現在被公佈 說當時這個報價是殺到881 可是也被質疑說 為什麼都還沒有公開審查 就隨意讓廠商這樣喊價 唉 我跟你說喔 高端不是只有那個契約 從那個EUA怎麼通過的 後來那股票到底在搞什麼 這個是這樣啦 如果從一開始就公開透明就簡單 這種選後才讓陸陸續續公佈 不管怎麼樣喔 傷害都造成了啦 所以這也是 為什麼我們把公開透明當作是一個 現代化國家的 必備條件 這還是這樣啦 我還是主張公開透明 昨天有約談五位不分區立委 那他們現在可會有一些人 遇到黨裡面來 這個我們會詢問他們的意見 有的時候要休息一下 其實這樣我們這段時間 整個民眾黨還在 因為我們叫Rio跟愛的 重新調整 所以我們現在知道每個人的意向 希望 然後我們在調整過程當中 再把他們一個一個放進來